低軌衛星大爆發 一路旺到明年嗎 到明年產業期數不變 但還是要看個股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Shana 我們歡迎蔚老師 Shana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台股翻黑 那元宇宙的概念股 它的商機無限 低軌衛星是不是也要升天 老師你有比較看好 哪幾檔個股嗎 我想針對這個部分就是說 針對不管元宇宙或者說 低軌衛星相關的題材 我想延續到明年為止 我想這個題材 不會去做任何改變 重點我想針對這些 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個股 當然一樣要請各位 尤其佩爾今天大盤量 形成一個量縮的壓迴 這一趟壓迴等於說 瀕臨到18,000的整數關卡 再做一個觀點震盪 這個觀點震盪 我想後續月經線 就會是一個很強而有力的支撐 大盤沒有任何問題 那當然各位在這個當下 你只要掌握住 這些主流個股的一個TEMPO 掌握住這個輪動 一樣天天都有錢賺 天天都是好行情 那重點是說針對 不管是說 不管我們剛剛講的 像元宇宙或者說 像這個低軌衛星都是一樣 這些題材性的一些個股 他們本身都在做一個 叫強勢的一個輪動 那輪動的一個結果 當然的話一樣請各位 高賣低賣 因為畢竟漲多了一些標準 我們也不太建議各位在做 實現的一個追進 那你可以往那一些 目前落在相對比較低位階 剛剛好賣點希望產生的一些個股 來做這樣移動 那尤其像這個整體 這個低軌衛星這個題材 尤其說配合的以往來講 就是5G它的毫米坡 覆蓋率很低 那覆蓋率低 我想針對這個低軌衛星 可以提供它 這個覆蓋率做擴大 甚至包括像低延遲的一個特性 都能夠去做完完全全的Cover 那或者是說包括像這個 這個自駕電動車的自駕車 這個車連丸 這針對低軌衛星也是造就它 最後完成它一個最後的一里路 那畢竟整體低軌衛星 我想去年是中國那邊的 一個衛星網路建設延年 我想延續到明年度 就會是所謂的商轉 商用 這個衛星商用的一個延年 那當然的話 針對相關低軌衛星的標定 畢竟到後續2025年 這個規模可以擴大到 5600多億美金 然後再經過兩年 我想這個都會持續性成長 到8200億的美金 那重點我想針對相關 這些低軌衛星的一些 概念個股如同我們在當時 11月1號其實我們就 當時也同樣這個題材 我們在當時大力推薦給各位 那畢竟股價也都一路一路創高 那創高我想到12月1號 剛好配合這個 這個馬斯克 就是這個 SpaceX 他的一個老闆 馬斯克 他有針對這個衛星 這火箭的一個引擎 相關一些問題 就怕這個SpaceX 會有一個破產的疑慮 那這個破產的疑慮 造就這些低軌衛星的 這些概念個股 西級屋在12月1號當天 都是打到跌停板 那當然要打到跌停 我想這是我們是充分反應 之前漲多他要做休息 配合這個利空的壓迴 那這一趟壓迴一樣 請各位留意 高賣之後的一個低買的策略 那畢竟我想像生搭科 上個禮拜禮拜二又產生 這個買一點在163塊錢 隔一天馬上漲停 訊號一到馬上漲停 延續到今天的這個生搭科 股價又改寫歷史新高 又是漲停板鎖住 當然這個都已經創高了 個股逢拉回 依然你都可以做買進 我想這個後續 這個題材依然會一路 到延燒到明年 那畢竟針對這個生搭科的另外一檔 子公司針對這檔 6514的這個 像這個瑞特的部分 那瑞特我想他在兩個禮拜之前 產生買點在55塊3塊 那畢竟一樣這個題材 各位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從買點需要一產生的後續 到上個禮拜禮拜五 已經連續三根漲停 那瑞特到今天 當時買點在55塊3塊 那等於說到今天已經來到80幾塊 今天又是漲停板鎖住 連續四天的一個漲停 我想這是相關這個低軌 衛星的威力之所在 那另外包括像這2312 金寶的一個部分 我想他今天剛剛好 買點需要做一個產生 今天是第一根漲停 老師這邊我想問一下說 他今天出現第一根漲停 那我們應該是要等他拉回的時候再買 還是要趕快追高 不然來不及 畢竟今天他是形成放量的一個左漲停 那等於說後續如果說這量 沒有辦法在明天 明後天跟上來的話 他會形成停頓的一個壓回 那時候壓回一樣 逢拉回一樣提供給各位 一樣是絕佳的一個買進點 因為畢竟這個是屬於一個新波 這個公式的一個展開 那再加上就是說 以到明年第一季 這是一個很標準 財報的空窗期 尤其說不管像金寶 或者說像2419 像這個重期 做這個路由界的重期 我想這些個股 雖然基本面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並不是那麼樣子的理想 那畢竟我想到明年 這個第一季 都會有一個所謂的 財報空窗期的一個做夢行情 那這個做夢行情配合他 不管像金寶 不管像重期 剛剛好今天 這個波段的一個買點訊號 都剛好做一個產生 那當然的話 這些個股 逢拉回 依然都可以請各位留意做佈局 那另外包括像這個做PA的穩帽 穩帽我想在上個禮拜四 已經產生這個買點在360塊錢 後續一樣老話一句 拉回就是買 我想都還會實行往他的四字頭 400多塊做的實行挺進 那做這個高級席高的 這像生貿 我想生貿來講 就是說前波他產生賣點 你高賣以後 一趟之後拉回 你一樣留意 這個叫低階的一個買點 後續只要生貿站上月均線 月均線在82塊6 接著差三毛 就重新站回這個月均線 那等於說還沒有站 你就說站上月均線 又是屬於一個叫轉強點的一個買點 依然各位可以密切留意 這個月均線的一個壓力 那要包括像四星科一樣 當時高賣之後 現階段拉回 又是提供給各位留意 這個叫低階的一個 短線的一個買點 我想以四星科接近短多買點 也產生在31.25 今天是大漲大概7% 8% 你要包括像這個做社品IC的宏觀一樣 現階段買你現在已經產生 那問題 短線上是沒有量 那沒有量的話 一樣請各位耐心靜待它 一放量就會形成急功 那當然這些個股 像台光店 剛好今天產生賣訊 畢竟也是一漲一大段 低點要會買 高檔一樣請各位要會賣 後續再留意壓回這個買點就OK 那針對這些個股 買賣點我想後續 我們都會第一時間在我們Teregram 給各位做第一時間分享 想了解更多財經資訊 記得加入老師的Line App跟Teregram 財經急診室我們下次見 掰掰